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日本平民学联代表团团长辛保寿雄 巴拿马工人联合会教育书记何塞德尔杜农 安格拉青年法律工作者西基诺彼得罗戈麦斯等在会上讲话 表达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青年团结斗争的意志 196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从4月4日到14日在南京举行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全国27个地区及单位的317名优秀运动员 这是女子单打决赛 黑龙江选手韩玉珍对江苏选手迪强华 韩玉珍在这届比赛中一直保持不败记录 这场比赛又以3比0战胜了对手 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男子单打决赛是两届世界冠军 北京选手庄泽栋 对山西选手周兰孙 对山西选手 庄泽栋孔的快攻准确 结果以3比1打败了对手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 这届锦标赛显示了我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又有了新的普遍的提高 各地选手水平越来越接近 快 狠 准 多变的技术风格得到了更好的发扬 春天来到了西藏高原 剥密县易贡区拉卡乡萨马护主组的组员们 抓紧农石积极开展春耕生产 中文字幕提供 马护主组的翻身农奴 依靠集体力量 不断改进耕作技术 提高生产能力 连续5年获得粮食丰收 现在他们又满怀信心的 用搞好今年的春耕生产 来迎接第6个丰收年 中共四川眉山县委机关干部 在县委书记杨万明的带领下 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 大搞试验田 他们在泰河地区选择了18块土层薄肥丽叉 地势低洼 排水不良 产量不高的低产田 做试验田 采取了修整沟渠 精耕细作 增湿肥料等措施 为改造全县所有的低产田 做出样板 梅山县委书记杨万明等领导干部 坚持参加劳动 进行科学实验的做法 改进了领导作风 有力地推动了当前农村的各项生产 离此专壶 李江�山县房 他会受到的世界 胡志 cars 他会受到的ということ 从参加励 object 那边就帮我 年线拖拉机站第七级耕队 用五台旧拖拉机 在1963年耕了七万四千多亩地 获得了万亩机耕队的光荣称号 第七级耕队能够创造出这样好的成绩 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政治挂帅 人人都热心为农业增产服务 爱护拖拉机就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 经常进行维修保养 在今年的春耕活动中 他们进一步发扬了革命精神 在耕作进度和质量方面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广西壮族自治区 从横县西京水电站到首府南宁 架设了一条全长105.5公里的超高压输电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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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输电线连接城市和农村 对于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 排除汗烙的威胁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